你要仔細聽喔 呂屋威城呢 殺了十個人 使用毒藥殺了十個人 紫豪怪獸軍團 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用單腳折放死的怪力 也殺死了我們五個人 好那請問 請問東龍 關你屁事 那個其實 之前就是有那個嘛 就是說 公車然後上車幾個人 下車幾個人 然後請問 對 然後就有聽過這個笑話 就是請問關你什麼事 對 所以有聽過 所以其實他當下 他在講的時候 我就知道 又要我回答 然後我就當下 這一定後面有 有什麼 最近狀況有比較好的時候 大家就是 可能會比較 氣氛也比較好 那互相的那種感覺 在球場上 互相提醒 或是 車場下 大家 打鬧的那種感覺 會比之前好很多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好的東西才會慢慢延續下去 就是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 去保持下去 不管打好打壞 就是在休息室的氣氛可以讓他好一點 去年包括今年的那種 攻擊的車就是 練習的時候就盡量把球打強 那 也知道說其實如果 自己的特色 他自己的 對自己比較有利的一些攻擊模式 那 既然都知道這些的時候 那就是在練習的時候 盡量去把它 做到最好 前年球季結束之後 那 龍哥那邊有幫我們一些 北部的一些內野手 做一些修技的訓練 那 當時就會比較了解說 那修技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去 去訓練自己 因為這樣子下來 因為有這樣的經驗下來 所以在 修技的時候 準備得更 更 齊全 那 當然在 進去 進到 春訓 包括在 開機的時候 感覺就會比之前 前幾年好很多 今年就比較會去想 要怎麼把自己的狀況穩定 對啊 那就是 因為 呃 因為有去年的成績 那當然自己 在今年的心理上面 會比較 放得開一點 對就是會比較 不會那麼的去幫手幫腳 那你知道說 這樣子 這樣子放開來打 那長期下來 其實 呃 會比 你每一天 那邊幫手幫腳 來打得還要好 就是會比較放得開一點 最重要目標是 呃 球隊的成績 可以越來越好 對就是 可以在 每一個狀況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去幫球隊贏球 這樣子 這樣子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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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